話說剛才說到,江蓮皇帝派陰差大臣去海邊祭神 走到海邊時,太陽曬到唇乾蝕燥 整班人都非常辛苦,找個地方避暑 但極木之際,一棵樹一棵草都沒有 離遠伊起見到,很遠的地方好像有一大片原始森林 當時他們都以為那裡是森林,這樣就有救了 於是就向那邊走過去 走著走著才知道那裡是森林 原來是海邊生長的一片沙浩林 什麼叫沙浩呢?這些沙浩比人高 離遠看就像一片古林一樣 但是沙浩雖然是樹林,也始終可以被人避暈 而且裡面還有幾戶的漁民在樹居住 當時的陰差就命令隨從找漁民拿水來喝 又向他們打聽一下這裡究竟是什麼地方 那些漁民就說,這裡是海邊的荒地,沒名的 那陰差大臣,看著浩瀚的海洋,當時就感嘆了 啊!普天之下,莫非黃土,率土之民,皆屬黃民 好吧!回去,我要奏明我主萬歲,賜這個地方一個地名才行 回去,果然就品名皇上,皇上甘口欲言說 這塊地這麼荒涼,但是沙浩如臨 那當然以古林為名,賜個名給他 所以,以後就有了上古林和下古林這兩處地名了 很多年前,這裡全部是掌滿沙浩的荒攤 但從清朝開始,漁村的規模就開始變大了 當地的漁村,在不打魚的時候,就流行鬥狗 鬥狗成風,所以村裡養了很多惡狗 以前的上下古林漁村,村裡村外,家家都養狗 那些家狗比野狗比村民還要多,還要經常咬親人 那後來官府看到這樣的情形,就不得不宣布禁止民間養狗 但是,都是屢禁不轉 那郭師傅他們現在走到惡狗村,看到全村都是狗 竟然一個村民都沒有,所以郭師傅就以為 但是,我們是不是走到了上古林村呢? 但是,上古林那幾條村,全部都在海邊的荒攤上 沒有可能有莊架地,也沒有河 更加未聽說過有條村以惡狗為名 那三個人就提心吊膽,一邊胡思亂想,一邊鼓鼓一下 一邊向前邊走 那經過那條村,路旁邊,又出現了一塊石碑 還是先前毛頭石獸所佗的那種古碑 上面刻著惡狗村三個子 那這個時候,天上邊仍然下雨 離遠的地方,依然是灰蒙蒙,什麼都看不真 那郭師傅他們三個人,呆響當地,看到這樣的情形 心裡真的有點害怕了 一條路走過來,只是經過一條村 總共也沒有走出有多遠 為什麼又見到村頭的石碑? 他們開始害怕了 接著調頭向後面走 見步行步 但是這條路好像跳唱片一樣 無論是唱針怎麼跳,依然唱來唱去都是那幾句 是一條循環路來的 他們兄弟三個人,也不敢到處亂走 但是不到處亂走,又是原地踏步 那怎麼辦呢?一時之間沒有主意 就在這時候,只見石碑後面走出兩個人 這兩個人是誰呢? 竟然正是在魏家墳路口賣雲吞的老伯和他的孫女 在這時候呢? 雲吞老伯冷冰冰冰挂著他們三個人 就說呢? 唉,我都怕你們的啦 我勸你不要來,你又不聽,是吧? 唉,如果你不來呢 都不用現在輪到惡狗村陰陽河這麼可憐啊 郭師傅又想不到啊 居然在這時候,可以再遇上賣雲吞的老伯 這一路一笑兩個人 日光日白,去到魏家墳路口賣雲吞 按道理,不是孤魂野鬼來的啊 但是既然出現得這麼急時 估計也非常人 唉,不管怎麼說也好 馬上請他指一條明路來走一走 接著賣雲吞的老伯就跟郭師傅說了 唉,事到如今,我都免騙你啦 我也都很清楚你們幾個是什麼人 我們爺孫兩個呢 一直是住在這條河裡面的 我們很少出去外邊 走輪我孫就不聽我說 一個人就跌了出去 也都是抵他有此一劫的 幸好當時你是出手雙狗 得以保存我孫的性命 常言就說得好 人情大過債 有姐必定要還 何況是有救命之恩呢 所以今天我會盡力幫你們的 喏,你們想逃出這個地方 就一定要聽我說 順著這條石碑旁邊的這條路 一直向前行 記住啊 走就走啊 一旦走過石碑之後 千萬不要轉頭看 知道嗎 郭師傅在巡河隊 救過不少人 雖然說不可能記得這麼清楚 但是自己做過的事 或多或少了印象 他是從頭到尾 好認真地想了一次 始終想不出 究竟何時何地 救過他的小孫女 這個小孫女 這個小孫女呢 忽然間 他心裡一想 對呀 聽賣雲吞的伯頭先說 說他們一直住在這條河裏面 這句話有點不對勁 住在河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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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麽意思呢 怎會有人住在河裏面呢 嗯 後來一想 估計一腦一亂 浸在河裏面的水鬼也不定 那為什麽走過石碑 就不能再轉頭看呢 那如果我轉頭看 會見到什麽呢 你猜 郭師傅想想 他不敢爆頂頸 在這時候 他們兄弟三人 捉著連化青條絲 跟著走到石碑底下 轉不出去 再聽到賣雲吞的伯說 經過石碑之後 就不能向後面看了 但是之前這條路 他們都走過幾次了 剛才不是繞過幾次嗎 也沒有回頭看過 但又不是一樣走不出去 嗯 看樣子 這個賣雲吞的伯來路不明 究竟這條路是明路還是黑路 他是否有心靠海 還是有心幫我們 信不信他好呢 賣雲吞的伯這個時候 看出他們有些懷疑 跟著他們說 你是不是想 你之前也走過這條路 你也沒有轉過頭 始終是走不出去 我告訴你 是因為剛才我沒有在你們身後 跟著你們 所以你就走不出去 現在按照我所說的 保證你可以走出去 但是我有一句話 你們一定要記住 不要當我吹水 走到半路上面 半路中途的人 無論聽到後面有什麼聲音 有什麼響動 都不能夠轉眼看 如果不是就走不出去 他們兄弟三人一聽 那就更奇怪 為何賣雲吞的伯 要跟在他們後面 才能走出去呢 你不讓一路一亂 是困在路上的水怪 他們可能想趁機跟著我們走出去 他也不頂 當初在魏家墳那片庭房那裡 郭師傅也遇到過這樣的事情 不過後來認真想想 又覺得好像又不是那回事 他又說 老大爺 你可不可以告訴他們 惡狗村其實是什麼地方 因為石碑是不是魏家墳路口那塊 賣雲吞的伯 只要如實相告 他說 唉 惡狗村的石碑 正是魏家墳路口那塊石碑 沒錯 還在很多年前 這裡是一條河來的 在河裡當時還可以撈到 門板那麼大條的魚 後來因為地震 這條河就消失了 相傳就說 變成了一條陰陽河 在河裡浸死的水鬼 要從這裡去陰間 所以有官家 就拿一塊石碑在樹 上面是雕刻著 惡狗村三個字 從此到陰間 孤魂野鬼 就再回不回頭了 因為村裡始終有惡狗看著 相傳這條大河 當年一直通到南蛙 那時候的南蛙還是個湖 經常有水患發生 浸寫湖裡的人數不勝數 按照形家之言 那條河就是空河 後來這條河消失了 有可能是河道乾敷 也有可能是水滲入了地下 總之這條河就沒有了水 河也消失了 只剩下路口那塊孤零零的大石碑 你千萬不要以為這條河真的沒有了 在有本事的風水先生眼裡 這條河的氣墨還存在著 它始終被石碑壓住 散發不出去 風水講究就是這個形勢理氣 形勢和條理都能夠用眼直接看 但氣就不行 但雖然看不到 它不等於是沒有 而是變成了陰陽河 在城裏上了歲數的老人 幾乎都聽過陰陽河的傳說 說到似層層 難道國師傅剛才他們跌落的那條河 就是陰陽河 那陰陽河又作何解釋呢 為什麼一時有,又一時沒有呢 想知道什麼原因 我們明天回來治港 我們明天回來治港 等一下 我們明天會來這幾乎 明天會等於是印尼